好 我知道了 云朵的电话 看来我要离开上海了 回重庆吗 可能吧 回去也好 这样就不用提心吊胆了 可我 就再见不到你了 你还别说 咱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是她离开 我真是舍不得你 你这样说 我又想到第一次 进你家门的时候 我心里还真是七上八下的 明明跟主缝 我心里还真是 却不能相悔 又偏偏 你是这样一个流里流气的人 你不知道 那感觉就像到了地狱一样 我看这表妹啊 跟老妹差不多 我叫你别碰我 你吓我一跳 你别碰我 不至于吧 我在外面的那一套啊 其实也都为了保护自己 还有啊 我当初啊 对你们共产党确实有很多的误会 我还真想试试 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 是不是水火不尽 刀枪不容的 我看你们啊 就是长期受军统的宣传太深了 都中毒了 我们跟你们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啊 是有不一样 经过这么长时间接触啊 我终于明白你们共产党人 真的可以为了实现你们的信仰 置疑气而不顾 这点我就做不到 还有 君童要是这么搞下去的话 想要得到天下 那真是太难了 就是现在吧 想到没多久就要离开你 我这心里也真的不舍得 行了 又来了 赶紧收拾东西 但愿我能学得像你们一样坚强 我去捡运动了 你们真的要把我调离上海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跟魏先生背后捣抖那点事 我能不知道吗 我想问问你们 把我调离上海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 我如果在的话 还能帮你们出份力 真不想走 那就回去做准备吧 做什么准备 制造一起车祸 我说我 装死林楚风 谁的命令呢 魏先生的命令 之前不 那老梅呢 还不知道 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 谁要敢动老梅一手指头 我他妈就杀了他 我不管是他妈姓魏的不姓魏的 你想干吗 我杀了那姓魏的 林楚风不能死 这如果林楚风死了 冷媒就完了 这咱们都知道 所以为了冷媒我就这么干 你觉得杀了魏先生就有用吗 我管他有用没用的 最起码我知道杀了姓魏的 他们俩展示安全 你不去执行任务 还有别人去执行 你是个军人 对 我是个军人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我爱的女人就那么死了 你就能眼睁睁看着林楚风去死 林楚风心里只有冷媒 我在他眼中 只是一名共同工作的战士 冷媒对你的态度也是这样 你就死心了吧 对 你说得没错 我知道冷媒不可能爱我 但我就是喜欢这个女人 即便她是共产党 她也是我最爱的女人 这事你不用再管了 你回去收拾东西吧 等我的命令 随时带冷媒离开上海 不过你要向我保证 离开上海之前 不许让冷媒知道事情 那林楚风呢 回答我你能不能做到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 谢谢 你们能走 我走不了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